第35课 走进木板年画 课文 走进木板年画 年画的起源 年画是中国画的一种 始于古代的门神画 有文献记载 传说很久以前 有一对兄弟 专门监督白鬼 发现凶恶的鬼就捆绑起来 无需揭露恶行 直接去喂老虎 于是有人在门上 画上他们兄弟二人的像 用以防鬼 这就是最早的门神画 随着唐宋两朝经济的发展 文化的昌盛 以及民间绘画水平的提高 门神画的内容得以拓展 反映世俗生活题材的作品 进入了这一领域 之后 有清朝学者在论述这类画作时 正式使用了年画一词 自此 以驱逐霍凶 祝福新年吉祥喜庆为内容的画 就叫年画了 木板年画 造纸技术的发明 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有了纸 书写就需要墨水 于是有人发明了墨 字画书信上需要盖章 于是印章开始流行 碑刻 踏印技术被广泛运用 于是有人联想到 这些技术结合起来 不就能印出书来吗 人们尝试 把印章扩大成一张纸那么大 叫做板 然后把书的内容刻在板上 在板上涂抹上墨 把纸铺到上面 用刷子均匀的刷印 最后将纸接起 印品就出来了 这就是最早的雕板印刷 虽然雕板印刷中 雕刻板面需要大量的人工和材料 但雕板完成后 一经开印 就显示出空前的高效率 和印刷量大的优越性 单色印品 终究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 之后就有了彩色套印技术 人们把这种技术运用到年画制作上 木板彩色套印年画就此诞生 宋明两代 木板年画从问世走向成熟 之后走进了百姓生活 以至过年贴年画成为了一种风尚 仿佛没有年画 没有烟花爆竹 没有春联就不叫过年 而寄托着百姓美好愿望的年画 也为春节增添了浓浓的年味 当时的另一盛况是 家族式的年画印制场所 遍及全国各地 这期间 年画的内容也从威武的门神 扩展到期盼丰收 恭喜发财 连年有余的极庆化 再到历史故事 戏曲人物 民间笑话 预言和神话 内容无所不包 年画成了文化交流 道德教育 信仰传承的载体与工具 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形式 年画传人张光宁 第一次见到张光宁的木板年画 是在春节庙会上 在众多摊位中 他的两只木板彩色套印技术 做成的布老虎神气极了 那虎翘着尾巴 神态逼真 身上装饰着彩绘花纹 和盛开的花朵 全身散发着喜气 我问多少钱 他怂怂间 对我说 这是魏州虎 言外之意 是在告诉我这个外行 这虎可是系出名门 我心想 魏州是哪儿 我不知道 别人也未必知道 这算什么推销术 这是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这个卖年画的不像个商人 这是他给我留下的第二印象 当你和他讨价还价的时候 他立刻就变得不好意思起来 说话吞吞吐吐吐 什么 这是纯手工的 残次品不可避免 这些现成的 谢绝还价的理由 他一条也说不出来 相反 却牢牢叨叨的 总想和你讨论 木板年画中深厚的文化底蕴 相识久了才知道 他在年画的故乡出生 长大 从小就画年画 基本功扎实 后来又对年画的构图创作 人物塑造 雕板手法 颜料加工等 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当他的作品逐步被市场认可后 他又不满足了 中国年画虽不分派别 但不同地区的年画各有所长 都值得学习借鉴 于是他再接再厉 数年间走遍了全国各大年画产地 与同行进行广泛的交流 不仅如此 参加民俗文化巡展 走进大学和师生 就相关主题进行研讨 交流艺术心得 他从不缺席 张光宁一年到头真够忙的 可他总是干劲十足 他曾真诚地说 年画占据了我生命的全部 我喜欢它 热爱它 靠它生活 也在努力探索它 发展它 是啊 遇是经营年画久了 他对年画就遇是热爱 他已确立了自己的目标 传播他喜爱的这一民俗文化 他的信念就是拓展年画的内容 使其雅俗共赏 为更多民众所喜爱 虽然任重道远 也不会一帆风顺 但他一定会坚持下去 声词 启元 文献 凶恶 揭露 昌盛 提才 驱逐 吉祥 铃铛 里程碑 墨水 盖章 联想 涂抹 中灸 烟花爆竹 寄扎 寄扎 增天 丰收 发财 连年 预言 信仰 喜闻乐见 神气 翘 神态 盛开 散发 怂 周 外行 推销 吞吞吐吐吐 残刺品 刺品 县城 谢绝 故乡 扎实 塑造 手法 太别 借鉴 再接再厉 心得 缺席 干尽 占据 确立 信念 认重 道远 一帆 风顺 Bell 锅 4 5 7 7 100